不如做个凉菜,挤挤腻拔 首先我们需要准备适量的菠菜 等水烧开后再放入 这时候我们可以加入适当的盐 焯水两分钟后就可以捞出来了 然后将菠菜空干水去掉根部 切成大约2-3厘米的小段就可以了 这时候我们需要准备直径约3厘米的直筒 将切好的菠菜段放入筒中 压食后去掉直筒 这样子我们的菠菜塔就做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调酱汁了 依次在碗里加入适当的芝麻酱 我以及鲜 盐 味精 糖 香油 以及醋 然后我们需要一边搅拌 一边观察酱汁的状态 如果太稠了可以加点冷水 接着把拌好的芝麻酱淋在菠菜上 再点缀上一些蒜末 红辣椒圈 这样子一盘又好看又好吃的 麻酱菠菜塔就做好了 简单一做 新手一看就会 一定是 说 是 感谢观看